新竹市政府的市长奖颁奖典礼 没有想到却因为演艺厅 没有办法提早开门 让参与的学生跟家长 就在外头晒太阳晒了好一阵子 演艺厅外头学生跟家长 急得是满满满等待进草 不过天气炎热 大家苦不堪言 当下工作人员之反应还在整理中 却把家长锁在门外 让家长晒太阳晒小孩 而且一等就是十几分钟之后 才能进入会场 15号新竹市政府举办市长奖颁奖典礼 没想到学生跟家长 抵达新竹市文化局演艺厅 准备开心参加颁奖活动 却只能在户外晒太阳 根据规定开放时间是在上午八点半 时间没到不能提早开门 只能晒太阳苦等 这再一次凸显出说 这个市政府的行政螺丝是松满地 那教育处又出包不断 争议不断 这也再次凸显出说 这个高宏安所领导的市府团队呢 真的是要再加油再加把劲 议员痛批根本就是惩罚得奖学生 眼见演艺厅外 积满了家长跟学生 这才提早开了大门 好好一个市长奖颁奖典礼 开心参加 却是晒小孩 差点热运现场 家长心疼也不乐见 记者颜蓉 新竹报道